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Rex 今天我们要学的内容是调色版 调色版是Google在AndroidL以后引入的一个新的组件 叫Panet 它主要是用于在图片里面去提取一些颜色 这些颜色可以让你显示在以图片为背景的文字上面 这个调色版相对比较简单 好,我们直接来看代码 首先要使用调色版 那我们需要在Build文件中引入相应的库 在Dependency这个模块中加入Compel 这个PanetV7这个Ball 如果你记不住,没关系 我们可以在模块设置 里面有Dependency 这里面去选择点击这个加号 然后点击这个Level Dependency 好,这里面去找到这个调色版 把它加进去 好,加进去以后我们就可以正常使用 好,首先我们要构造一个调色版 构造调色版的方式很简单 这个调色版它在设计上是采用构建者模式 我们首先去生成这么一个Builder的对象 通常是使用Panet的静态方法 传一个BitMap进去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静态方法 它其实包含了两个 常用的两个 第一个是这个BitMap 第二个是已经有的一个预先定义好的一些样本 第二个是不常用的 我们通常是用的第一个 那之前的版本中 它提供了其他的一些方法 这些方法都已经是被deprecated了 所以不推荐去使用它 好,我们集中在当前 好,有了Builder之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它进行可以做一些操作 好,我们移到这个Builder的这个方法里面去 好,首先我们可以设置最大的这个颜色数量 这颜色数量可以是从0到这个24 但是通常情况下 我Google的推荐是在10到16之间 如果太长 它所需要的时间是非常的久 这里呢是调整这个BitMap的一个大小 好,这是清楚一些过滤器 你可以添加一些过滤器 这过滤器呢 你可以指定某种颜色不被采用 比如说这个图片是很多红色 比如说你对红色比较反感 你不喜欢红色 那你可以在这过滤器中告诉它 你不要取红色 取其他颜色 这个过滤器它本身其实是一个接口 我们看就是判断这个RGB的颜色是不是允许 非常的简单 好,这是区域 设置你这个取样本的一个区域 好,最终调用这个generator来产生一个pilot 好,这就是这个builder的一些用法 好,我们回到代码 好,有了这个builder之后 我们刚刚说到了 我们可以采用generator的方式 那generator呢 这里会传一个listener进来 传一个listener listener因为要从一个图片里面取一些颜色 所以说相对来说 这个成本是比较高的 所以它采用逆步回到的方式 当你取到 取到颜色的时候 会通过这个ungenerator的方法告诉我们 安卓里面预定了六种样本 好,大概可以从文字描述 它可以分为这个variant variant dark variant light 然后muted muted dark和muted light 好,大致可以分为这六种颜色 就六种样本 每个样本呢 大家可以试试去使用它 好,一会儿我们用demo的方式来给大家演示 这各个样本是什么值 好,获取的方式呢 非常简单 当你有这个generator的回调之后 你会获取一个palette的方法 然后从palette的方法里面去获取 对应的这个设置的样本 比如说我这里要获取一个 vibrant svatch 好,用这个方法 比如说我这里要获取vibrant 好,用这个方法来获取它 那获取它之后 我们就可以从它去取一些值 它当然 它除了传统的RGB值之外 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值 我们可以看一下 首先这里可以顾名思义 获取你的字体的颜色 获取就另外一种格式 然后获取RGB 获取这个title的颜色等等 这六种方式呢 我们分别都写出来了 好,我们看一下效果 好,这是一幅背景图 那么我这些六种颜色 就是从这个背景图中 所获取的一个值 好,大家请看 这个vibrant 然后vibrant dark light 好,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dark light 它不一定是 dark就是黑色 dark就是白色 它是根据你取的颜色的 是不一样来说的 好,我们换张图试一下 b 然后同样的 这里是用b 好 好,这就是b所取的颜色 和刚刚略有区别 好 紧接着 我们可以看下一个 c 这里要注意的是 这个 取这个样本的时候 我们需要判断 它是否是空 好,先改成c 然后这里 有可能 这个取出来的 获取不到 对应的值 这时候就是为空 所以说这里 我们就要加一个空的一个判断 如果是 为空 那我们就不做事情 好,再看一下 好,大家可以看到 之前都有六种 现在的情况是 这里少了一种 就是因为 这个颜色 获取出来是空 所以它没有 好 这就是调色版的使用方式 好 感谢大家 那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